欢迎收看《联合国周刊》 本周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与土耳其交界地区的两座难民营地遭到轰炸 秘书长潘基文对此予以强烈谴责 并指出袭击事件有可能构成战争罪 其罪行实施者必须被绳之以法 联合国再次呼吁叙利亚冲突各方重回正轨 停止敌对行动 即使是战争也必须遵循最基本的国际人道主义和人权法准则 本周安理会一致通过一项决议 决定加强对冲突中医护人员 患者 伤员 医院和诊所的保护 愿者 许多个人访判施 重要的健康保障礼物是厉害的 保障礼物的法律 停止这些攻击 今天讨论的谈论 这些讨论不能够像其他人 这些讨论不能够像其他人 包括其他在最后五年 最后五年 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象牙焚烧行动 超过100吨的象牙和犀牛角 也就是相当于肯尼亚所有的库存都被彻底分毁 肯尼亚政府开展的此次活动 得到了联合国的大力支持 引发公众对濒临灭绝动物的关注 感谢收看联合国周刊 我们下周再会